马上就要进入五月咱们懒星人最喜欢的连衣裙季节了 那么作为一个实用型穿搭博主呢 今天来给大家安排几套质感好搭配度高不容易撞衫的夏日绝美连衣裙 希望给大家接下来的五一出行和日常通勤带来一点穿搭的小思路 首先第一条是我穿在身上的这样一件碎花裙 那每年夏天出的碎花裙都千千万为什么首选了这一条呢 首先因为它的这个碎花的款式是来的比较温柔大方的 各个年龄层穿搭都没有问题 面料质感非常好 所以即使是像我30家网上的女性去穿它 也不会有廉价的感觉 做工还有内衬做的都非常好 再加上前面有这个飘带 把它系上的话呢就来的更加的妩媚温柔 拆掉之后就来的更加简洁大方 再给我超级喜欢的是它荷叶边这个袖子的设计 整体看的时候它就能把上半身这一块修饰的很骨感 局部看的时候呢 它又能把我们的大臂这一块做到很好的遮肉显瘦 这样一个非常小细节的斜切 就能让我们看起来更加的纤细利落 还有它的腰线这个地方是松紧的 而且是稍微高一些的 所以整个上身之后虽然说全身都是同样的花色 但是看起来人会比较的高挑 这条裙子呢就非常适合取它本身带有的白色或者是蓝色元素 来搭配我们的小物 因为四五月的季节还蛮多变的 所以我还会准备这样一套针织连衣裙 即使是降温了也不怕 它是一个非常实穿的两件套 你可以合在一起穿 你可以分开穿 里面这个针织裙弹性非常好 即使是贴身穿搭 也会非常舒适透气 外面这个衬衫其实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是那种低饱和度的紫粉色 上身超级高级 恰到好处的陆肤感 也很适合夏天 它的搭配风格也可以很适合 可以穿这样的帆布鞋 可可爱爱又不识女人味 如果是突然降温或者是早晚 温差比较大的话 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两件套 它也是可以套装穿或者是分开穿的 里面这个衬衫我很喜欢的一点是 它这个飘带也是可拆卸的 再一个是它的扣子是隐藏起来的 所以用它去搭配一些比较利落的职场穿 那也非常可 这个裙子的深V又会非常显瘦 然后这套裙子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前摆有一个小开叉 这样的话可以大大降低 大面积黑色所带来的沉闷感 上身之后更加的清明灵动 第四件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纯色连衣裙 这种就超级适合 今天不想考虑穿什么的时候 往身上一套就能出门了 虽然说它是一个简单的纯色连衣裙 但是上身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垂坠感非常好 因为它用的面料上层 剪裁也非常棒 上身也不会显臃肿 还有放手的小口袋 特别适合凹造型 黄色和棕色也是一对永远不会让你失望的 防炸CP 这条碎滑裙呢 它会来得更加的优雅和精致 首先领口的部分有一个小V领的设计 可以把锁骨和颈部线条显得更加的利落清晰 秀子部分做了一个非常微妙的泡票秀 不会过分的夸张 但是又把手臂显得非常的温柔可人 后腰部分是松紧带对身材的包容性很好 前面是平整又俐落的 最后一条是一个上下拼接的印花裙 这种裙就非常适合离型身材的姐妹们能够把我们的屁屁藏得非常好 上身之后呢又能显得大方优雅 需要做通勤穿搭的时候呢 咱们就可以把这样简单的小西装外套披在外边 给 you something that you never had i'll give you love i give you love, I give you love, I give you love